跟主算條件 甚至在計算我們的未來 是不是呢 我好像把愛主這件事情 主要先祝福我 然後我就來愛主 不知道對我們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我是蠻多這樣的經歷 有時候我說主啊 我實在是願意問你 但是求你先把什麼東西賜給我 我再來愛你 今天早上我在預備的時候 我裡面就非常深的感覺 明確我有許多的時候 是跟主算條件 是求他先滿足我的需要 然後我再來餵著他 但是我心裡面很明確的知道 這是不可能 主從來不跟我們算條件 當我們啊 在我們的經歷中 我們答應主的呼召的時候 是不是啊我們裡面 就是一種很心甘熱意 當我們跟主算條件的時候 從那時候對我們的說話 其實是非常欺騷 但是我們就在那邊 主啊 我求你 一個禮拜之內 你把這個讓我能夠 研究所放拔 讓我能夠考上這間研究所 我就把我的未來都交在你的身上 當我們這樣祷告的時候 就著我的經歷來 其實裡面是非常的 非常的 增長的 但是當我每一次 答應主招的時候 他都是 不跟我講條件的 他都是我求的東西 他都沒有給我 但是我裡面就有一種 聲音我知道 主啊 我需要先把自己給你 我需要先為著你 並且這些東西 就從我身上脫落 就再也不想那些東西 這是什麼呢 這就是愛主 這就是啊 讓這個經濟能在我們身上出去 我們請讀第三章點 那第三條點 和索恩 和索恩教士說 做功的條件是什麼 他說做功的條件就是 可貴神不做功 一個人可貴神福在和廢後 可貴神做個不足稱讚的人 這樣的人才被做主的功 好我們請讀第五章點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他所做的是盡他所能的 換一句話說 瑪利亞所有的一切都在這裡 你們 主能對瑪利亞說 他盡了他所能的 你盡了你所能的嗎 你們 我們跟身旁的兄姊妹 對說 不要說你 我盡了我所能的嗎 我盡了我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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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問題不是說 我付出了多少 是你我盡了我盡了我所能的 第二小點說 福音傳到那裡 糟蹋也傳到那裡 對這個糟蹋這個字 非常的有感觸 昨天我們去參加福招禮 我實在看見非常多糟蹋的人 我有時候也在想 台上的丟門 他們的每一個學歷都比我好 我有時候實在是 想說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子 來服侍主力 有一天有一個人用作見證 當他站在和平道路前的時候 看見一台跑車開過去 嗯 他的心想 他說我們要在這裡 坐在跑車裡面的人 那個應該是我 他 心裡這樣想的時候 他說主啊主愛你 你知道 我在這裡是比 我開著那台跑車更有價值 這邊說到 遭踏過的人呢 才能體會 真上 遭踏自己的人 唯有我們自己啊 先經歷過這樣的過程 當我們再看一些人事物的時候 才會覺得 耶穌 謝謝你 能夠使我 能夠也有 能夠盡我所 主要求我們給他所 主要求我們給他所 主要求我們 我們能不能 在這個時段 在這個時間裡面 能夠盡他所 對我們 在我們的大學生活裡面 我們有沒有盡我們的所 我們 在用指甲的每一天 有沒有盡我們的所能呢 我們 來到每一場聚會 有沒有盡我們的所能 這是主要的 這是主耶穌祂所要的 就是要我們盡我們的所能 能夠擺在祂的身上 好 我們再看我們第三個小點 福音傳到哪裡 為主的緣故 許多人更大的用處 更大的工作失去了 福音傳到哪裡 看效果 看結果的事情失去了 福音傳到哪裡 一切都倒在了基督身上了 倒在了基督身上 沒有一樣是糟蹋的 沒有一樣是浪費的 乃都是實在的 剛剛說的這個糟蹋 大家需要把它掛號起來 這個糟蹋在人看起來是糟蹋 或許我們現在看起來也是糟蹋 但是這一句 後面最後一句說到 沒有一樣是糟蹋的 沒有一樣是架蹋的 乃都是實在的 相信啊 當我們 當我們 那日啊 我們能夠看見瑪利亞的時候 你問他那是糟蹋嗎 他一定覺得那不是糟蹋 那是新鄉的見證 所以書報裡面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他說 枉費的原則就是能力的原則 什麼時候我們枉費的越多 別人看起來是枉費 但是越在我們身上 那就產生了能力 這就是瑪利亞的故事 然後跟我們一樣 能夠回去再利用一些時間 能夠想一想這個故事 或許我們 沒有時間再把這個故事打開來看 或者不想再把這一段間接打開來看 但是我們可以在我們的生活中 想一想 當我們想一想的時候 對這個故事有更多的感觸的時候 就可以把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拿起來 再把這段故事 我相信 優子妹們一定 對這個故事 會有更深刻的訓練 那我們現在就 能夠一次量量 幫我們剛剛所提見 我們再相同講 阿祖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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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手上後面都有一部信息的栽錄 我們現在就站起來四個人一組利用七分鐘的時間 把後面的信息再獨一獨 再消化一下 有些人可能沒有看過這個信息 我們再用這個機會能夠獨一獨這個信息 我們現在就站起來 我們前後左右四個人一組 四個人一組我們獨這個信息 我們就獨七分鐘 大家要不要站起來 我跟幾個號左右的四個人 四個人一組